作为曾经的中国散打队长 傅高峰在散打界取得了赫赫战绩 无论是重击力量还是散打技术 都可谓是炉火纯青 本视频我们来领略一下中国队长的推类技术 傅高峰的对手是乔治艾哲 是一名散打综合格斗的跨界格斗运动员 因为体能强悍被誉为黎巴嫩推土机 作为散打专业比赛中常用的战术方法 推类是指采用武术散打基本技术踢打摔等 迫使对方下类的一种战术 对手下类他一次会给本方加上两分 一局比赛中 如果下类两次则可以获得本局比赛的胜利 一切都已改变 新的祭奠新的世界就在眼前 受过伤也流过了眼泪 为了梦想疯狂 这一次又怎样 为了梦想疯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